大家好我是順利的,我們今天要繼續來玩王國寶威戰 然後呢,其實我私底下把我們的彈墊列到10等了啦 因為本來就9等差一點點啦 那我們既然10等了,我們就換下一隻吧 酷少 這個長得像李星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有什麼感覺 他可以什麼東西把內力化為火龍 他是可以打出一條龍是不是 賀行犬 不對,他的技能像是無敵惡啦 總之 試試看來,感覺蠻強的 我們各點一點吧 屬暗光深淵喔 我記得這一關原本是那個蜥蜴人王會出現嗎 不知道我們這樣打不打得贏 哇他怎麼長得那麼路人啊 我本來還蠻帥的,他長得一點路人耶 真的是一點路人這樣 然後我記得這一關的話會有很多狙擊手嘛 我想一下要怎麼打 果然還是需要靠那個啦 就是專地平台吧 這關專地平台其實很好用 而且他地形 地形感覺就是叫你用專地平台 所以說我們這邊就 該對專地平台 應該是可以的啦 那目前第一波的話他開始有這個虎奔 第一波就有虎奔耶 這樣很難打耶 只是我們後面這邊還蠻好打的 然後我們的這個格鬥家 開梯 哇打喔 哇 他這邊打拳耶,好猛喔 帥氣打拳耶 雖然好像沒什麼用 那我們於是於直接炸掉 不行啦 這邊蓋個砲好了 這個地方其實應該先蓋 因為第一波的話 他會從這邊到這邊出來 我這邊不蓋東西會不能守 到時候我們這個東西先把它蓋成那個專地平台好了 這個有點蓋錯喔 這個先蓋沒什麼用 倒是我們這邊快守不住了耶 我們打不過虎奔你知道嗎 欸好像要輸了耶各位觀眾 好像要輸了耶 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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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啦不能啦 要這邊先蓋 這邊先蓋才能打 然後再來才是這個 有沒有有沒有 我們有了這個專地平台之後 這個小隻的吸引人其實才300而已 其實是非常非常好打的喔 就隨隨便便都打的耶 因為我們傷害很高啊 真的是輕輕鬆鬆打 然後這關應該是不用亡靈塔 因為敵人狙擊手很打很遠 叫亡靈塔的骷髏也是 就直接被殺掉而已 我覺得沒什麼用啊 頂多就最後這邊吧 我們這個矮人會需要 站得好一點 因為這邊的話可以防守最後的蜥蜴人跑過來 還行啊 來那重點就是這邊了 我的隱束要一口氣炸這三隻 這樣子的話這邊就很好打 好第一波守住了 接著我們趕快把這個升上來 這個專地平台再蓋出來 這樣子 有沒有有沒有 這麼多敵人 這一關這一波就會很好打 我這一波應該不會輸 畢竟我們有兩個專地平台 到時候這邊再蓋一個 這樣子右兵也不會死守 好像還不錯 目前這樣是可以的啦 只是目前我怕敵人會有刀刺飛過來 有刀刺我會很難處理 所以我目前應該就是先蓋兩個就好了 先蓋兩個這個專地平台 剩下的我可能考慮蓋一些弓塔之類的 啊完了 我這邊蓋不好嗎 為什麼要死守了 是我點太快嗎 虎笨還沒殺掉我就直接下一波了 所以才會快死守是嗎 欸不是啊怎麼會這樣子 我以為我蓋得很好 再來一次 我們這個不要點太快啊 剛剛就是點太快輸掉 這兩隻殺掉我們 甚至我們也不用點啊 就讓它自然出來好了 這樣這邊應該就很好打 可以吧可以吧 趕快殺掉這兩隻啊 加油啊快殺啊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敵人這個躍動者 開始過來了 可是因為他血不多 所以說我們這個陣 其實很強喔 陣可以對他造成很高的傷害 然後他走到這邊來基本上就殘血了 我們就很好打 主要是這個狙擊手吧 他要開始射了 他到這邊就開始射很煩 我可能這邊要蓋弓塔喔 我看一下他這個 他這是沒有假的 其實魔法塔也可以打 蓋魔法塔好了 這個可能甚至這邊蓋個亡靈塔好了啦 我忽然也想蓋亡靈塔了 其實亡靈塔也是不錯用的嘛對不對 還是不要啦不要 蓋大法師塔好了 這邊蓋大法師塔應該就可以輕鬆打了 有沒有有沒有 目前這樣打是很輕鬆的 甚至說敵人狙擊手很煩 可是他 他是很難走過來的喔 有加油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 下一波 還沒有刀刺欸 啊有吸氣學者 啊這邊要炸一下這邊炸一下 冰太多了 因為我的那個小冰都死光了 不是很妙 我們這邊再蓋一個那個大法師塔 然後應該可以直接下一波 啊不要好了這幾隻先打掉 來來來來 讓我知道你的厲害啊 扁死他 我覺得這英雄沒有很強 不知道為什麼 我沒有很喜歡這個英雄 下一波 這邊再蓋一個魔法塔好了 反正我們剩下都蓋魔法塔啦 頂多這邊再蓋個那個 專地平台剩下就蓋魔法塔了 啊他開始在亂射了等一下 不要射 不要再射了拜託 還是我這個矮能其實也可以不用鳥他 就給他射就算了 給他射就算了是嗎 好啦我們英雄過來打一下啦 把他在後面看戲也不是不能幹嘛 喔他閃掉了欸好強喔 隕石魚炸這裡隕石魚炸這裡 這也太多隻了吧這個 加油加油加油可以了這邊趕快蓋出來 大法斯塔 可以嗎可以嗎 大法斯塔 可以那我們這邊傷害就很高了喔各位觀眾 到時候我這邊再蓋一個 這是用來打那個這個東西的 就更好打對不對 體驗真的是好多喔 可以不要叫這麼多 啊他一出來就死了 我後來想換英雄可我不想玩這隻 不過他有死有終啦至少這一關我們一定要用這隻打完 有死有終好不好我們有死有終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打得過啦 畢竟我們目前這邊也是蠻強的 應該不至於打輸這一波 這一波而且目前他們都殘血了 隕石魚炸應該就死光了 可以啦這樣可以了 只是這隻還沒死欸 蜥蜴學者還在 蜥蜴學者是這樣 活這麼久 過來貶死他 貶死這個蜥蜴學者 What 有夠沒用的 真的有夠沒用的怎樣 下一波是什麼 躍動者好多喔還有狙擊手 好多喔 我這邊再蓋個那個好了 專地平台 不然我感覺要輸了 加油啊這個趕快給我蓋啊 到時候這個專地平台再蓋出來 應該敵人就很難走過這個地方 要走來這邊就很難 我就不用這麼擔心後面會死守 其實一切都還行的 快點快點你們趕快死 有沒有他他我什麼都沒做他走到這邊就殘血了 對不對很強齁 現在只求他們趕快啊 那我們這個真的就在這邊逛街 酷哨 酷哨逛街仔 媽的 不要再逛了 可是 可是我不敢讓他往前 因為他會被狙擊手打爆 到底在幹嘛 欸我們要死守了 等一下這隻是怎樣 為什麼沒有人守哈 屁啦 什麼啦 我要換英雄了 垃圾英雄 真的是垃圾英雄 其實我們好像大部分的英雄都玩過嘛 剩下了我其實也不太想玩了 我想要認真好不好 剩下光好多想要認真打了 我們選個我們最猛英雄好不好 阿爾里奇 我覺得阿爾里奇都比較強 好的觀眾我們 目前就是輕輕鬆鬆就守哈這邊 其實真的很簡單 然後我們就直接下一波吧 我真的要講阿 那個阿爾里奇真的蠻強的 至少比剛剛拉茲還強很多吧 那我們目前呢就是蓋了三個專地平台喔 基本上敵人走到這個地方來 都已經超級超級殘血了 其實真的還算好打 那目前就是這三隻我把它炸掉好了 一直在那邊亂 快快快我們趕快多蓋幾個 剩下的我可能蓋 蓋亡靈塔吧 製造多點的骷髏 讓我們的狙擊手 不要那麼早往下走 我們這邊如果亡靈的話對不對 他會站在這邊射 然後就會被我們這個魔法塔打喔 比如說我在這邊放個小朋友有沒有 他就會開始這樣子 就被我們魔法塔打 其實這樣還不錯喔 然後目前下面很多敵人 我們這個魔法塔也要蓋起來啦 這個我就蓋亡靈塔 到時候這邊就會有很多骷髏 其實這樣是可以當一定的防守的 來我們蓋個亡靈塔 那基本上目前的話就非常非常好守喔 我可能這邊再蓋個亡靈塔 基本上我們這場就不會失守 不太可能阿 總之我剩下的塔就全蓋魔法塔 這些關就隨便打就贏了 因為敵人就走不過來了 在光亂玩會很難 可是你實際上知道怎麼打之後就很簡單 這些狙擊手根本就 就是射比較遠的弓箭手而已阿 這次也沒什麼好講的 有沒有有沒有 目前的話他們根本就完全走不過來 目前的話就是我不用空都可以贏 只要敵人沒有出狂戰士的話 狂戰士我這樣配置會打不過 我會需要用英雄或者是靠我們的隕石魚來 稍微想辦法怎麼打阿 不然目前各位看就是很簡單阿 真的很簡單 來看一下下一波 武奔學者 學者的話我們有很多這個專利平台 學者也走不過來阿 目前這樣是可以的 有沒有有沒有 目前他就一直在射我的骷髏 然後等一下你不要再射了 我先用玉石魚把這邊炸死好了 有沒有 他走到這邊來 走到我的塔的範圍就很好打 最虧的就是這裡阿 這裡沒有辦法蓋塔 你知道嗎 我這座塔我打不過遠 就比較虧一點 然後我們再下一波 反正剩下的我就蓋一堆魔法塔阿 我知道了 我們這樣子 我們把魔法塔全部蓋滿 然後我們的魔法塔殺在70%就超高 這樣子應該就隨便打了吧 隨便虐人殺那種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目前他叫了很多這個電電對不對 可是電電其實 在我們有三個專利平台 狀況下是走不過來的 然後左邊也太多虎奔了吧 這是怎樣 你這虎奔不會覺得很沒品嗎 虎奔是怎樣阿 跟嗑藥一樣一直走欸 我的天阿 這關打起來太爽了吧 雲石魚炸這裡 這關打起來超爽的 因為冰好多喔 真的超多冰阿 哈哈 好多冰阿 我的天阿 然後這個再蓋 我們防禦塔就慢慢升上去阿 反正我們這些 基本的法師塔也有一定的傷害阿 我們就這樣打卡看 好多喔 這裡 下一波是最後一波 我們來看一下 沒有狂戰士 可是很多躍動者 嗯哼嗯哼 感覺還好欸 這一波應該比較爽 因為這一波 學者會教一隊冰 呵 我們點一下這個好了 到時候他如果有了 直接炸下去一定超爽 欸敵人太多了啦 開始走過來了 怎麼辦 我會輸嗎 我會輸嗎 等一下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因為我的雲石魚齁 我雲石魚好了就不會輸了 目前我就在看戲而已 你知道嗎 喔哇這個好爽喔 直接燒光光 燒光光 來我們趕快升級一下 都升級一下 然後雲石魚炸這邊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一波了 太無聊了吧這關 就很簡單啊 拿我們一堆三級防禦塔 到時候我們這些全部升上來 可能都升不完我們這關就結束了啦 這關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我們有沒有換英雄好像也沒差 你知道嗎 我的阿爾里奇也是在後面掛網啊 因為我也不敢讓他往前走 不過他在後面守這些小兵 表現比較好啦 因為他可以分身嘛 他可以分身 而且他傷害又夠高 其實也是不錯強 然後我們一堆三級塔 不要小看這三級塔 傷害也是下下叫的好不好 看一下看一下這個 G1手直接被我打幾下就死了 輕輕鬆鬆啊 然後我們趕快能升就升啊 我們真的就是一堆魔法塔 那基本上的話 錢這麼多就不會輸了 這關好玩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給很多錢 你的塔可以蓋滿滿你知道嗎 超爽 不要再射了 我的阿爾里奇來打這隻好了 不然這次不知道射到什麼時候 我的塔全蓋滿了喔 阿爾里奇砍死他 咻咻咻咻秒殺 欸不會秒殺欸 可是阿爾里奇真的很痛 死了啦死了 好結束結束這關就這樣子 簡單 這個噴爐點一下 雖然說應該用不到 不過他只要一陣下來 敵人就會燒傷 直接把他們炸下去 喔 結束 這關很簡單很好玩 接著就是鋼鐵了 我們來看鋼鐵到底有多難 鋼鐵可以蓋砲塔 那這一關就很簡單了 欸阿給我這麼多是怎樣 看一下有沒有狙擊手 有欸 然後這一關還有刀刺欸 該不會我們這關要全弓塔吧 全弓塔嗎 只蓋弓塔 好像也可以喔 阿不要不要這個不要 這個還是蓋那個啦 專地平台比較好 然後剩下我就蓋一對弓塔吧 我沒有錢了啦 然後這些矮人真的不知道來幹嘛的 你知道嗎還不能賣 這些矮人感覺就是 拿來當炮灰的欸 就是狙擊手出來的時候就給他們射 不然我真的想不到他們可以幹嘛 這矮人不知道能幹嘛 好啦總之我們這樣試試看啦 只要有專地平台應該就還行 敵人兵再多應該都很好手 欸加油阿 不要讓我落鬼阿 不要讓我落鬼阿加油阿 你們加點油不要讓我落鬼捏 欸這裡 殺掉殺掉 對對殺掉殺掉 大家立即回來好了 允許到這裡 允許到這裡 不要再讓這邊人過來了 我們這個趕快升上去 不要鬧不要鬧 差點輸 欸狙擊手來了 狙擊手 等一下等一下我們趕快 多蓋一點弓塔 等一下 狙擊手有點麻煩阿 開始在射人 然後這個虎奔也很麻煩阿 我打不過虎奔各位知道嗎 這是物防阿 我沒有魔法塔阿 這很不妙阿 而且敵人還一起過來 而且敵人還一起過來 阿 找怎麼打啦 阿阿你先來殺這個好了 喔喔喔 我沒有注意到 完了輸了 阿氣死我了 奇怪剛剛應該是因為會合了啦 然後我的弓箭塔在打這個蜥蜴人 絕對不能讓蜥蜴人突破這個房間阿 好不好 被突破了就會很麻煩 不然的話各位看我們下面這邊兩座是可以守的 剛剛就是因為被突破才會輸 所以我們不管怎麼樣這裡一定要守住 死守住這邊好不好 隱私魚先炸好了 先領一點錢 讓我們能夠深靠他 這樣上面才能守阿 可以啦下面這邊是守的 各位可以看到守得非常的輕鬆 重點就是上面這裡了吧 加油阿一定要守住阿 然後狙擊手來了喔 這狙擊手我們讓阿爾里奇來殺好了 不然有點麻煩 阿爾里奇殺掉這狙擊手 好 靠你了殺掉殺掉完了 他從這邊出來 可是應該是可以打的 趕快殺掉趕快殺掉 殺掉殺掉可以可以可以 那我們目前這裡有兩座砲塔 其實已經很夠強了 所以說我們在這邊再蓋一座砲塔 這一座直接生成機器人 因為其實三級砲你如果生成專地平台的話 他傷害會變慢 他傷害會變低啦 只是他的範圍會比較廣 但我們如果能夠兩個砲都打在同樣的點的話 其實三級砲就夠用了 到時候我們這個機器人 蓋出來移動到這邊又可以繼續炸 這樣感覺比較實際一點 可以啦可以啦 我們目前有沒有 上面這邊是守得住的就還行 然後下面真的是兩座攻塔就能守全部了 來我們叫一個機器人來這邊 然後阿爾里奇過來殺 右邊的狙擊手真的要靠英雄殺 而且不然我不能讓他殺掉太多人 這樣子我們這麼會死守 就很麻煩阿 來我們等一下廢料處理一下 把敵人控在這邊 加油阿你們加油阿 我的砲應該是還蠻痛的吧 應該是能輕鬆打過這邊才對阿 可以嗎可以嗎 他超多虎奔耶 完了這邊可能會死守 我的隕石域還沒好 隕石域好了就可能好打 可惜就還沒好 可以嗎可以嗎 可以嗎好像可以耶 撐到了耶 有點誇張 欸然後下面是怎樣 這也太多隻了吧 我要蓋攻塔了 下面的話兩座塔會守不住 我再蓋一座 太扯了吧下面也太多人了吧 欸然後這是怎樣 我怎麼從這裡過來 不是阿你不要鬧阿 我們要準守規則 你不要忽然跑很多隻好不好 準守規則 下面 還好我有注意到你知道嗎 我有注意到下面的刀刺變超多隻 不然我真的差點就要輸了 欸右邊這邊很麻煩 阿我這邊要失掃喔等一下 可以嗎可以嗎 守得住嗎 支援幫一下幫一下 欸上面怎麼有這種東西 欸欸欸欸 小心點小心點我這裡在蓋 蓋我不知道 不要搗蛋 等一下啦 也太多了吧 這關好難喔 這關真的有點難欸 然後我這邊快失守了 不妙這不妙 要用隕石與炸了 啊啊啊啊 我的英雄死了欸 這樣好不妙喔 這邊好不妙喔 這邊好不妙喔等一下 隕石與炸這裡好了 因為上面這邊快守住了 點導彈點上去 我這個專地平台點出來 雖我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好 可是點出來的話可以緩速 這邊再點出來 這樣正正正應該還行 然後到時候我們這個再蓋機器人 好不好這個再蓋機器人 應該是可以打的吧 幫手一下幫手一下 不妙阿不妙阿 唉右邊越來越多人了 右邊真的很煩 我沒有空好完了完了完了 我們要撤退防線了 把防線往後拉 他也太多龍了吧 這什麼阿 這麼多隻是怎樣阿 我們快失守了各位知道嗎 這關快守不住了 啊好難喔這關 這關的鋼鐵怎麼可以這麼難 我沒看到了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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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見他 好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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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反正這關的重點我大概知道了啦 就是狙擊手出來要馬上殺掉 不然我們這邊會被突破 所以說我們阿里奇要盡量保持在右半邊 然後這邊至少要四座攻塔才能守 然後這邊的話其實可以開機器人 然後機器人堆在這邊的話其實敵人就很難打進來 這邊就很好守了 我們這邊再蓋一個砲塔 其實目前的話是還挺好守的啦 雖然說敵人好像很毒 可是我們是可以守的 然後我們阿里奇站右邊預備 這關重點就是狙擊手出來趕快殺掉就好 至少不能讓他開到槍 他只要不開槍的話 我們就可以打喔 他只要開始射我們的矮人 我們就會很難打 他開始出來了有沒有 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趕快砍一下 至少 反正 反正不要讓他打我們的矮人 都可以啦 這邊趕快想辦法守一下 然後隱速炸這邊 這邊趕快炸掉 不然的話我們下面會死守 然後右邊這邊 哇完了 這個狙擊手 兩隻 目前右邊有兩隻我清不掉 這樣會變得很難打 然後為什麼這裡開始有怪怪的東西跑出來了 等一下 而且我還存了一堆錢是怎樣 不要再存錢 不要再存錢了 欸 是不是結束啦 這最後一波對不對 我不知道 可是我要先叫小命來守一下下面 不然要輸了 等一下 這好像是最後一波欸 是嗎 好像沒有 我看太開心了 是嗎 我們導彈點一下 我覺得目前塔已經夠多 可以開始點導彈了 其實導彈的話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打狙擊手 欸 好像結束了欸 我撐到了嗎 啊 啊 啊 我還有 我把他賣掉 我真的撐到結束了嗎 等一下 結束了嗎 我叫阿里起來殺一下狙擊手好了 果然沒有那麼好看 又跑出來了 敵人又出現啦 趕快幫我殺狙擊手 趕快殺掉啊 狙擊手很垃圾 狙擊手真的是垃圾欸 我卡死一隻 隕石魚炸這裡 好 結束了 結束了 我們贏了 還行啦 還行啦 這關很好玩 這關很好玩 不會很難 可是這關需要一點技巧性 那總之我們目前這樣子就輕鬆打囉 真的是輕鬆打 四個那個機器人 四個攻塔 就可以打全部了 YES 結束 那樣子的話 我們已經殺到三關了欸 就這個區域的三關 打完我們就結束這個系列了 太難過了 好 那我們今天這集就差不多下這 那我們再一集再見囉 掰掰 掰掰 這邊歡迎大家收看 我記得按下小鈴鐵嗎 記得按下小鈴鐵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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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按下小鈴鐵嗎 掰掰 感谢观看